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是今年表现最差的全球晶片制造商中的一支, 因为它在利用人工智慧、恋爱晶片的旺盛需求方面,落后于竞争对手。 分析师表示,由于担心新川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关税的影响, 这家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的股价,跌至四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BMK Investment and Securities分析师李明亦表示, 川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潜在关税将对三星造成更大打击, 因为三星对中国客户的依赖程度高于其本土竞争对手SK海利市。 SK海利市一直在增加对辉达等美国客户的高阶AI伺服器晶片销售。 现代汽车证券分析师Greg Noach表示, 川普威胁要对进口产品征收10%的普遍关税, 对中国产品征收60%的关税, 这将减少对使用晶片的电子产品的需求。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担心川普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 可能会促使中国竞争对手大幅降低出口价格, 削弱韩国晶片公司在海外的竞争力。 三星股价纪念迄今已下跌34%, 或将创下20多年来最糟糕的年度表现。 SK海力士股价今年迄今已上涨32%, 美国晶片制造商辉达股价上涨199%。 三星是韩国最有价值的股票, 然而11月中旬以来, 三星股价连续多个交易日下跌, 此前一度下跌2.5%至51700韩元, 为2020年6月下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1.5%, 面对竞争对手的疲软表现, 台积电动试会近日已批准拨款约154.8亿美元, 主要用于新晶圆厂建设、 晶圆厂设施系统安装和先进工艺节点产能部署。 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本拨款, 包括2025年的研发资本投资、 持续资本支出和次年的资本化租赁资产。 据这家纯晶圆代工厂称, 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根据市场需求预测 和台积电的技术发展路线图实现长期产能计划。 台积电动试会还批准在多个市场发行 不超过600亿元新台币折合18.5亿美元的 无担保公司债券, 以资助台积电的产能开发和获污染防治支出。 此外,台积电动试会批准在2024年第三季度 派发每股4.50元新台币的现金股息。 台积电公布的净利润为3252.6亿元新台币, 即每股贪薄收益12.54元新台币, 综合营售为7596.9亿元新台币。 台积电第三季度营收和利润率 超过三个月前发表的指引。 该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 第四季度终止营收将环比增长13%。 为应对AI相关强劲需求, 台积电预估2024年资本支出将略高于300亿美元。 2025年资本支出又望高于今年。 然而,与台积电的命运相反, 由于三星电子的代工业务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加之市场需求疲软, 三星已决定进一步关闭部分上一代生产线。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即便是其最先进的第二代三奈米3GAP制成技术, 良率也仅达到了难以接受的低水平。 这一状况迫使三星不得不考虑 为其高阶Exynos处理器寻找其他的代工出路。 尽管三星的自研处理器Exynos 2500 已两次出现在测试软体Geekbench上, 但它不太可能会用于2025年即将推出的 Galaxy S25或Galaxy S25 Plus智慧型手机上。 这可能是因为三星在用于制造智慧型手机处理器的第二代三奈米制成技术3GAP 仍有良率问题。 报道指出, 三星第二代三奈米制成技术的良率仅有20%。 2024年稍早, 另一份报告也引用了这个数字。 尽管三星表示正在努力提高3GAP制成技术的良率, 但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果。 不过, Sysa Journal报道的20%数字有可能是基于旧资料。 但即便如此, 3GAP制成技仍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生产。 另一方面, 三星的第一代三奈米制成技术3GAE的表现可能稍好一些, 目前良率约60%。 不幸的是, 它并没有引起市场潜在客户的兴趣, 其唯一的客户是加密货币ASIC制造商。 这情况相较其上一代节点制成来说, 情况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导致了三星削减了多达50%的产能。 不久前, 三星在上一次财报会议上指出, 旗下晶元代工业务预计2024下半年, 行动需求反弹, AI与HPC需求激增, 使得代工市场将成长, 特别是先进技术成长。 包括5奈米以下先进技术中, 第二代3奈米GAA技术全面量产, 预期营收成长将超过市场水准。 因此, 三星将扩大AI和HPC应用订单量, 目标是, 2028年客户群较2023年增加4倍, 营收较2023年增加9倍。 如今看来, 这样的预期情况似乎很难发生。 另外, 有WCC F-Tech, Fone Arena等海外媒体报道指出, 虽然此前三星推出3奈米GAA制程的时间表, 早于台积电的3奈米N3B制程。 然而, 市场传言称, 三星原本期望的第二代3奈米GAA制程粮绿英达到70%, 但实际表现却远低于此目标, 仅为预期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一差距导致三星自主研发的Exynos 2500处理器, 无法按计划, 搭载于预计2025年发表的 Samsung Galaxy S25智慧型手机上, 转而选择了高通的Snapdragon 8 Elite, 即骁龙8至尊版作为替代方案。 尽管三星目前仍坚持不放弃Exynos系列处理器的研发工作, 但面对第二代3奈米3GAP制程技术, 量率持续低迷的现实, 三星不得不开始探寻其他代工选项。 据此, 有海外媒体报道称, 三星可能会被迫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台积电展开合作, 由台积电来代工生产自家的Exynos处理器。 消息员周克拉什在X平台发表推文, 爆料称, 三星正考虑委托台积电量产Exynos晶片。 通常情况下, 量率在70%至75%之间, 就可以大规模量产半导体晶片了。 三星3奈米工艺量率低于20%, 而台积电的3奈米量率超过80%, 而且正逼近90%。 科技媒体SemiFans认为, 三星和台积电的合作并非不可能, 三星的Exynos晶片设计和代工分属不同部门, System LSI业务部门负责为Galaxy电子装置设计Exynos晶片, 而实际代工的是Samsung Foundry。 加之台积电的良率明显优于三星代工, 因此, 三星System LSI业务部门可以选择和台积电合作, 量产Exynos晶片。 当然, 这些情况也可能纯属传闻, 但是考虑到三星代工业务的状况, 这似乎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然而, 由于三星代工厂仍隶属于三星电子旗下, 利益冲突可能成为合作的一大障碍。 未来, 如果三星代工业务能够从三星电子中独立出来, 那么这一合作的可能性或许将大大增加。 虽然现在还没有进一步明确的消息, 但如果合作确实发生, 那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看到由台积电代工的Exynos处理器上市。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